PASSIONTIMES.HK 遊戲實況主場 2017年10月9日的每日集新聞 今天我們會講一隻遊戲 正確來說一隻未完成的遊戲 也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正常的遊戲廠家族 今次我們會講一隻同人的遊戲 我們會出一出畫面 話說最近有一個POKEMON的粉絲 中粉 自己做了一隻3D版的POKEMON紅版 是Red這個紅版的版本 最近放到網上給大家 拿來試試看 有DEMO可以下載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正常的3D遊戲 其實它會把裡面 無論是那些角色 或者是POKEMON 都盡量去到 乳術的做法出來 我覺得很相似 唯獨有不同的 就是我們認識的POKEMON 就是這個回合制 就是你遭遇敵人 會進入戰鬥畫面 遇見轉畫面 是的 但這隻相對的 這個戰鬥 就比較接近 是好像那些MMORPG 就是 你叫一隻怪出來 叫一隻POKEMON出來 它就會直接在地圖上 可以和那些敵人去打 這隻遊戲 這一刻 當然還是在模式階段 是一個同仁作品階段 也沒有說 是拿出來賣錢 是的 那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任天堂 老人是最小器的 是的 管得很嚴重的 是的 這隻遊戲 現在就這樣 剛剛叫做 拿出來見街 嗯 暫時這一刻 現在還未遭受到 還未下載到 還未下載到 還可以上網找到 製作業的網絡 找到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試 那就 早點了 是的 因為如果不是 他都可能 隨時 隨時會被任天堂那邊搞 是 因為其實任天堂 任天堂之前 也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告訴大家 其實他對於 這些二次創作 相對地 相對地 比其他廠是會嚴謹一些 是的 就算是之前 YouTube都開始 如果你播放一些 任天堂的遊戲 即是你可能 玩遊戲 放上YouTube 給別人看 可能你的收益 都會歸於任天堂那邊 其實這也不止任天堂 日本的遊戲廠商 其實跟歐美一樣 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相對地 對於大家拿出來做實況的事情 看得會比較嚴重 相對地 沒有那麼 即是 歐美地區的遊戲 就是推動大家 你盡量去播放 你盡量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遊戲 然後一起玩 但是日本其實有很多遊戲相對地 就是 例如最簡單的例子 在PS4的平台裡面 很多日本的遊戲 是沒有辦法直接去播放出去 就像那些 《忍中之龍》 或者是《Bandai》 一些遊戲 它都不會讓你直接播放出去 你看到其實日本 可能對於 對於網上 可能是一些 轉播 甚至是一些同仁 相對地他們其實是 捉得緊的 很奇怪 其實日本是很多同仁的漫畫 其他東西 是 那些他又不會這樣捉 但是《任天堂》 好像特別捉得緊 對自己的IP 好像管得很嚴厲 是 特別是遊戲 他們可能有一種想法 就是 你看了遊戲 你就不會玩我的遊戲 即是你都看了 你就不會玩 可能他們會有一個 這樣的心態 可以把畫面返回 這個遊戲 令我想起 在早兩年 都是叫做 有些人自知去做的 一款遊戲 也很紅 那時有一款遊戲 就叫做 《Yandellu Simulator》 即是病嬌模擬器 是的 那款遊戲 最初大家就出來 看到人們就做了一款 好像有open world 控制一個少女的遊戲 那一開始大家都是 得嘆笑的 但結果那款遊戲 真的越做越紅 一直有更新 一邊更新 一邊更新 你見到 其實 當然他們的技術力 是比較差的 嗯 但其實 同仁的作品 或者是他們自己 一些愛好者 自己做出來的作品 其實是 以前其實是可以很有質素的 是 是 而且他們可以做一些 正常的廠商 不夠膽做的事情 是 因為他們沒有太多負擔 是 他們不怕的 他們都是純粹因為愛 所以做出來 即是連餅嬌模擬器 都可以出 你看到他們那個 看到他們可以做的 創作空間是很大的 那麼 對於有一些這樣的 其實就是indie game 對於一些indie game 究竟 那個 我們傳統的大廠 會怎樣面對呢 你要我估計 這個遊戲一定很快就會被人家掌握 是 任天堂 任天堂小器一件事 但是你始終是在做一些indie game 去用一些他的IP去做 當然現在他是免費給大家下載的 是的 但是 如果我是任天堂 我應該都是會搞一下他的 是的 那究竟 其實 或者他轉了個名字 一些怪不同的小小樣子 可能其實都可以走得到那些辣的 但是 即是同仁的創作 以及那個大廠商之間的關係 就經常都是這樣 好看那個廠商 究竟 對於同仁的作品 覺得是他的幫助 還是覺得是分薄了他的利益 是的 那這個遊戲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建議大家快點去下載看看 看看 看看先 我猜應該很快就消失了 因為 今天的雜新聞就來到這裡 到古元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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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